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9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希腊议长伍奇斯一行 栗战书表示中西两国具有深厚传统友谊 在习近平主席和希腊领导人共同引领下 双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龙头 全方位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希腊议会加强交流合作 为共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法律和社会环境 推动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伍奇斯赞赏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希腊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 愿成为欧中合作的桥梁 希望双方加强立法机构交流 促进两国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 蔡达峰参加会见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9号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希腊议长伍奇斯 王岐山表示中国和希腊是传统友好国家 两国人民相互怀有深厚的感情 双方相互理解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战略互信不断巩固 中方高度重视中西关系 愿同西方继续携手努力 加强各层级交往 扩大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务实合作 密切文化体育旅游等人们交流 推动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吴奇斯表示 希腊对高水平的西中关系感到满意 将继续尊重中方核心利益 加强与中国各领域合作 希腊愿促进欧盟与中国携手 在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 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请不动